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四皇家老酱香酒 桑胜酒有兴趣的朋友 扫扫而为马 欢迎大家参加杨锦林组织的 跨连之旅 到太北到美斯勒到金山脚 跟我一起去解读这个当下 来聊聊特朗普2.0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是媒体现象也是政治现象 就是自媒体 以及网络大网红大咖 和美国右翼媒体的影响力 已经超过了传统媒体 也正在左右和影响 美国社会的舆论导向 根据美国资深媒体人 在总结这次美国民主党失利时 有一个巨大的盲点 就是这次特朗普的胜利 不是来自通胀 不是来自边境 不是来自堕胎 不是来自女性候选人等等 而是来自右翼的媒体 是右翼的媒体 成功的左右了选民的观点 让选民既看不到 拜登经济的成绩 哈里斯的能力 也看不到特朗普是个重罪患 威胁民主和经济发展 现在呢 右翼的媒体说 Focus电视台 New Smart Sync 还有一些一大堆的X等等 他认为 I Heart X Sinclair 这些都是属于右翼媒体 而右翼媒体的影响力 早就超过了传统媒体 正在左右和影响美国社会的舆论导向 那么这一切呢 引起1996年 Focus电视台的成立 Focus起初微不足道 但伴随小步子的上台 共和党越来越认识到 培养自己声音的重要 投资的力度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 相对于观点散乱的传统媒体 这些右翼的媒体 度调一致 比较容易集中吵乐一个话题 直到形成大众的观念 比如丑化民主党是精英异教徒 仇视普了大众 而共和党信仰上帝 维护人民的利益 随着互联网制媒体的爆发 近年来这个右翼媒体又加大了网络传播的力度 甚至到了反普特朗普观点的程度 比如说有人说海地人吃猫吃狗 是Black Fair 还有ABC电视台事先透露辩论题给哈里斯 拜登扣押飓风海伦的紧急援助款等等 其实这就谣言都是自媒体造谣后 就迅速被特朗普所采用 所以可以预料 只要特朗普上台 右翼的媒体可以开始转向 要开始歌颂特朗普提振的美国经济 但事实上 英国的经济学人的评价是 拜登管理之下四年 美国经济是疫情之后 全世界羡慕的对象 这个朋友说如果没有右翼的媒体 特朗普就是个笑话 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 他会成为共和党的副资产 共和党会毫不犹豫的边缘化他 但是在当前右翼媒体左右舆论 特别是社会舆论情况下 特朗普只会越来越变成不可动摇的存在 那么当前的美国右翼媒体不但在发展壮大 还将触角深入到传统媒体 不断收购他们 也影响他们的选择 比如华盛的邮报 在贝佐斯的命令之下 选择不背书哈里斯 所以各位如果有一天 纽约时报被收购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他给大家提醒一个现象 任何一个政变或一个叛乱组织 占领一个区域 第一件事就是占领电视台 电台 这是有原因的 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就让耿标去接管 人民日报 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就是他控制这个舆论 所以他提了一个问题 面对汹涌澎湃的右翼媒体的扩张 自由派必须在一切太晚之前 再做点什么 他们现在可能没有心事了 无独有尔今天的金融时报 就是11月13号 也刊登了小华 杨芳希的分析文章 题目是 美国传统媒体衰退中的竞选教训 特朗普是如何赢得选举宣传战 小华资深媒体人 美轮美奂的播客的主播 杨芳希是小波 咨询传播人 在美国长期从事国际公共传播 策划传播战略 应对舆情的政策风险 这是专业的一个领域 两位作者的结论是什么呢 未来候选人 如果将赢得美国年轻 所变化的人口结构选民的支持 必须对数字创作者 和有影响力的社群平台的大咖 深度的捆绑 彻底重新定义影响力的策略 这对共和党 应该对民主党 应该是个惨痛的教训 花了那么多钱可能还负债 这些钱花得不对 不得其法 两位作者认为 特朗普的再度胜利 不仅象征一场戏剧性的政治逆袭 结束着深刻的媒介的变迁 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上的衰退 跟数字创作者崛起的浪潮 这油管你不可小看 在这次选举中 哈里斯没有能够有效吸引 关键的年轻男性的选票 这一个群体现在在美国被称为兄弟票 他的竞选活动采用是精英化的策略 偏重传统媒体 而这种保守战术跟数字时代的选民完全脱节 结果哈里斯也试图通过一些受欢迎的播客 跟年轻的女性以这世代建立联系 但是他并没有获得这些播客主持人的公开资源 也未能在更广泛的社交平台上 有效传播他的核心的资讯 那么这种传统媒体的策略 让哈里斯和选民之间的距离机率不拉大 他又不愿意跟拜登执政的进行明确切割 尤其在政策问题上和表现上的同质化 让选民很难看到他对真正的改革或者改变的决心 他在60分钟等关键媒体采访的表现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这加深了选民对他的精英化缺化真实感的印象 那么在review上面 他被问及如果当选总统会有什么政策跟拜登不同 他一时已筛 表示想不到有什么事 会有所不同 这个失误就被特朗普团队迅速的用来做竞选广告 把哈里斯和不受欢迎的拜登做了进一步的绑定 他在60分钟采访中的另一个风波 也让他的竞选团队感到压力 特朗普要求CBS向哈里斯道歉 指这个节目播放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采访 控诉他的编辑违反了媒体道德准则 因此呢 特朗普就没有接受节目的采访邀请 这个争论的标志着 1968年节目开播以来 60分钟 1968年 首次的大选年的10月 总统候选人有一方没有接受60分钟的专访 其实是揭示出一个信号 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下滑 以及失去了对美国政治叙事的掌控 相比之下 这一次特朗普虽然是78岁 但是他的策略不一样 他肯贴近数字时代的传播方式 他在整个竞选期间 至少参加了20场的热门的播客 乔罗根和其他的播客节目 尤其在10月份加大了播客宣传力度 积极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以乔罗根体验为例 这档节目是有1.1450万粉丝 这个的播客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数字节目之一 就给了特朗普绝佳的平台 去直接接触大批的年轻选民 不仅仅特朗普本人 万斯马斯克以及特朗普的盟友 频繁的上乔罗根和其他的播客 轮欢的对选民进行饱和式的媒体轰炸 乔罗根的语言表达很直接 跟选民更具共鸣 凸显了他修复美国的竞选口号 吸引了那些对经济社会不满的选民 这个东西又跟特朗普的直白接地气的风格 成功塑造了一个真实感 年轻选民感受他可以带来不同的未来 哈里斯的精英形象遥遥不可及 这一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的活跃表现 尤其是跟马斯克的互动 也为他迎来了大量的关注 马斯克在S上频繁的为特朗普发声 帮助他接触保守派创作者 这种策略 New old boy Eddie laws 让特朗普的18到29岁男性选民 赢得了13个百分点的支持优势 2020年拜登 曾经在这个群体领先15个百分点 那自从呢 马斯克收购了S之后 他不仅亲自下场助力 通过了产品和算法上的调整 彻底改变了平台的氛围 让主流的声音彻底滑向了右翼 这场年轻选民的转变 清楚地展示了保守派创作者 强大的动员力 相比之下 哈里斯虽然拥有了 毕昂斯 Lady Gaga等明星的支持 但跟马斯克猛烈和持续的 线上助攻相比 影响力显然不足 年轻选民更倾向信任支持 他们喜欢的有影响力创作者 而不是传统名人 除了泰勒 斯维夫特之外 其他名人 在这一代年轻的选民中间 作用很有限 当然 为了争取年轻选民 哈里斯团队的Tito 和其他社交平台也做了努力 但是看得出来 他们的策略很肤浅 流于表面 比如说竞选期间流行的椰子树 和Bla的表情 一度在Tito上火爆 但是内容没有被哈里斯的竞选资讯 转化为实际的选票资源 这内容的夏季之后就失去了热度 没有真正的启发和动员 年轻的选民 哈里斯的社交平台的特点 策略也有尝试 但是没有产生持续效应 因为创作者动员 需要不仅是在短期的娱乐化的内容 是持续的有深度的数字传播 很多人建议哈里斯要大胆一点 参加油管节目的Hot Hot Wants 一边吃辣鸡吃的过程 展示他更真实的一面 但最终他选择NBC的周六夜现场 一个相对对他比较友好的深夜节目 所以节目很安全很稳妥 但是没有增加年轻的选票 反而让特朗普赢得了联邦通讯委员会 平等时间规则之下的免费广告时间 NBC在各种比赛 大型比赛就播放了川普的六十秒的竞选广告 直接覆盖了数百万的观众 成为一次高效的选民动员 拜登的竞选团队是原封不动的 复制了这种保守 以防犯错为优先的策略 这个团队也让哈里斯 选选中就失去了吸引力和突破性 这个团队安排他接受了CNN的采访 Focus的采访 其他大多数的场合都被精心策划 以控制风险 这保护主义的泡沫 让哈里斯失去了跟选民真实的交流 而共和党的策略是恰恰相反 利用所有的机会制造话题 吸引更多的讨论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的保守策略 斯也同样跟他副总统候选人 欧尔兹一样 欧尔兹能够全国迅速崛起 是在夏天频繁露面 为拜登和哈里斯辩护 把特朗普和共和党定义为奇怪 为民主党造势 但一旦选上候选人 他的媒体就减少 露面减少 角色变得非常的被动 事实上呢 副总统候选人 往往要充当后竞选中的攻击前 Attack a ball 以自由的攻击对手 测试不同的媒体策略 而不影响总统候选人的形象 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频繁接受媒体采访 哪怕引起负面报道攻击 保持一个话题的乐度 两个人不一样 一个60岁 一个才那么40来岁 在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 选民面对的资讯过载内容 越来越严重 保守派的媒体声叹的崛起 民主党的失势 在这次的总统大选表现得很清楚 哈里斯的政策 好像刻舟求见 希望选民能够准时收看 他的电视采访 但是现实中选民的注意力 早就被社交平台主导的 牵动他们的注意力 共和党是采取饱和式的攻击 通过各种媒介 持续占据选民注意力 这种策略显然 更符合现代传播的环境 保守派建立了一套 跟主流媒体抗衡的 非主串流媒体的网络 不得了 Tito 油管 网红 播客节目 各个社交平台 成功的构建了一个独立的生态 马斯克收购X 让右翼言论弩虎突一 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 以此鲜明对比的是 民主党把宣传了资能外包给主串流的媒体 但这些媒体近年来 其实跟民主党关系也是渐行渐远 随着拜登的执政 主串流媒体的独立意识不断加强 加上民主党跟媒体的意识形态转变 导致了他们在舆论场上出现了全面的落后 这次选举呢 很清楚的表明 未来的候选人 如果想赢得美国年轻且变化的人口结构的选民支持 就必须 对数字创作者 和有影响力的社交平台的大咖 深度的捆绑 彻底定义 或者重新定义影响力的策略 哈里斯的竞选的短短一百多天 虽然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整体的媒体声带变化 它处于彻底的劣势 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舆论战全面落败 是长期积累和缺花投资的结果 各位 在一个资讯共多以求的时代 传统媒体的选举套路不再奏效 竞选团队要继续保护候选人在安全范围内动员 结果只有一个 只会让选票白白的流失 被承担落选的后果 很有启发 这个观点 很多人都复列了这个选举造势 选举造势 是非常关键和重要 拥抱数字媒体 拥抱油管 方便的时候拥抱一下老杨到处说 老杨可以说 你可能会说 那怎么办 再说 这种选举 的 费面 互相 确实 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